以往在淡水要搭乘轻轨或是转乘其他大众交通运输工具 都要走在车速很快的淡金路上 许多行人因此却步 大大减低了轻轨搭乘的意愿 近来新北市府养工处完成了淡海轻轨淡金路 沿线的人行道的改善 副市长陈纯静特地前来视察并且试走 现在行人不但不用与车争道 人行道还有绿美化 市容因此大幅提升了 大海轻轨第一期完工通车为了改善轻轨沿线人行环境 让行人有更加舒适的行走空间 市府养工处在淡金路沿着轻轨各路段人行道平面 打通拓宽以及增设人行道 更加增设了七座人行桥串联人行动线 近来完工启用副市长陈纯静到现场视察 并且与市议员实际的试走 现在行人不但不需要与车争道 人行道上还有漂亮的绿带 打造舒适的步行空间 现场来看一下会知道是说 其实这个对我们整理环境来讲 安居乐业的这个内容 其实是相当的重要 那我们今天除了沿线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我们图片也有看到说这个改善前跟改善后的这个比较 那确实是对于翻转我们新北市成为一个这个世界水准的这个生活环境的一个国家 其实是相当重要 以往淡金路可以说是没有人行空间 民众行走就是走在马路上 加上淡金路上下班实践车流量大 行人与汽车争道相当危险 为了鼓励民众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 淡金路轻轨沿线 人行道的建具 不但给予乘客步行的安全空间还美化了市容 为居民创造舒适的居住休憩环境 更加考量到淡水雨季多雨 人行道设计透水扑面 不易积水 行人与单车骑士不必担心路滑问题 好那我想我们轻轨绿三线沿线的这个自行车跟这个人行的一个步道的一个改善 那当然这个中央有补助我们经费 那我们也是新北市政府呢也非常用心 希望可以改善这个人本的环境 让大家可以在这个散步的过程当中 沿着轻轨来做这样一个 这个观赏我们的一个淡海新市镇的一个风景 所以做了这样一个串联的一个 人行道跟自行车道的一个工程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一些桥墩的一些工程也是一个整体性的 那也未来呢 让整个淡海新市镇的整体的一个规划可以更加的升级 改善后的人行道沿线多的绿带设施 铺设透水扑面 更加设置自行车车道 打造绿色生态网络 还可以发现人行道相当平整美观 与民材间数学以及绿带衔接处高差收顺 勾盖专纹更是对齐一致 从小细节可以看出大用心 而人行道启用后 民众将可以更加轻松的转换 运用轻轨公车与U-bike等交通工具 不再与车争到现象还神 计较平寒 淡水采访报道